來呀呀呀呀呀我的寶貝 讓你知道你最美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人員投股張大文 張大師老師好 柴瑩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美加達成貿易協定後 造成美股上揚 而台股卻未沾洗 昨日還下跌白點 柴股目前的區間震盪格局 老師你覺得投資能該如何操作 當然其實外在的環境 昨天台股重挫一百多點 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 昨天這個重挫很玄妙 第一美國是大漲 通常美國漲好像亞洲 台股就會跟著漲 昨天很奧妙 美國漲甚至晚間還意圖漲200多點 但台股開盤就一傻一傻一傻 跌一百多點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還是要回歸籌碼面 那當然昨天的外在因素 是有它大跌的條件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大漲 當然美國大知道 今年要年底前要持續的 這個調升利息 Feeder Run Fund要持續調升它的利率 所以昨天是一個亞洲的資金 回流到美國本土 是一個資金的回流 所以昨天美國股市大漲 然後亞洲資金串流 所以昨天不是說台灣跌 香港重挫 對香港 韓國 那尤其台幣還重扁 一腳之多 所以外資昨天賣100多億 坦白講 50多億就是賣台積電 這是一個資金的一個調配了 好 那我們回歸籌碼面 我們看一下大盤 其實上個禮拜大盤公到1萬1千點 剛好我們也錄製節目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已經強調的清楚 今年以籌碼面結構來講 是這樣一個收斂的整理型態 所以上禮拜來到1萬1千點 我們已經講 這又是面臨上檔的一個高檔區了 壓力 當然要注意修正一下了 那所以大盤當然 這個昨天順勢在亞洲資金串流 這個重挫是很合理的 那今天再回到這個地方講白了 也是在這個區間的收斂的中間的結構 也不用擔心了 這也不是說要怎麼樣一個崩盤重挫的結構 Anyway 這個第四季好歹 美國Christmas出貨了 像iPhone 這個也三個手機在 還有感恩節 Sanxgiving 很多很多節會帶動 尤其台灣這種外銷電子的產品的出貨 的一個營收的提升 所以當然第四季不是一個利空的一個 以時間篩口來講並不是的 所以就以籌碼的 我們還是回歸整理收斂形態的拉回的修正而已了 四肢 還是要選好的股票來操作 對 好的股票我們今天選了幾檔寶貝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檔金星科 這個好東西 為什麼 金星科大致的 他是做處理器IP大廠的 那金星科的背景你不要小看他了 他可是有兩個腹霸 一個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國發基金 這個應該理論上 這個理論上都不會倒了好不好 這個倒了大家都沒飯吃了 第二個也不簡單 聯發科 那IC大廠龍頭 所以金星科他是做處理器的IP 矽晶材的 大家可以看到金星科 那也更妙的 他的股價 來導播我們放大一點看一下 從今年的190多塊摔到90多塊 也大幅度的重挫100了 那近期在90多塊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個底部 開始整理的指紋 甚至今天還帶量一個上工 對 所以這兩天大盤是重挫 但是你們看到金星科 反而股價 這個站上了這兩個禮拜的一個高點 對 所以體質好 本質好 那他也得到了國際大廠 這個細細裁的一個訂單 明年不論是權力均的收入獲利都可望 這個大幅度的成長 像這種是寶貝 寶貝股票 你珍惜他 好好珍惜 OK好好珍惜 那第二個 我想跟大家談的還是這個MOSFI族群 我們首選尼克森 為什麼選尼克森 因為他當過美國總統 是不是 開玩笑的 這樣的話我們選林肯不就好 好了 因為尼克森從60塊也是殺到三多塊 大家可以看到尼克森近期在三多塊 可以看到是一個怎麼樣 緩步 直穩走高 所以昨天雖然中錯 大家看他股價還是在40塊附近 你也不用太憂心 那不管怎麼樣MOSFI的缺貨 漲價的一個題材 還是持續的發酵 下面這個地方看到量也逐步的增加 所以這裡開始都有 這個價量其揚 有人在底部的一個買進 所以像尼克森 體質好 本質好 籌碼面也OK 只要也值得你好好的去珍惜 再來一檔 TPK也更可愛了 大家看看今年從100多塊摔到40多塊 夠慘了吧 好不好 這個地方很多人有TPK的 我就跟他講我保證你不會再賠50塊了 好不好 已經跌了60了嗎 難道跌到0嗎 好 最重要的大家不要忘 TPK主要是 iPhone的一個主要的供應鏈 本來TPK他專長的是 所謂外掛式的觸控貼合的技術 那前幾年因為iPhone採用內錢式的 所以就捨棄了外掛式 所以造成他的銀色獲利的衰退 但今年iPhone重新推出的3款型的手機 通通是採用回歸到原來外掛式的貼合的技術 那這就是TPK拿手的地方 所以他重新得到了iPhone的青睞 重新奪回了貼合的訂單 對不對 那這個老公重新回到大樓大老婆身邊了 把小三一腳踹開了 所以大老婆現在又飛上鳳凰石頭了 所以TPK在底部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我們放大一點 對不對 在50塊這裡都有量 所以50塊附近的TPK 大家倒是可以值得注意 一個這個逢低的一個介入的操作 好不好 這就是對大盤的結構 以及對幾檔寶貝股 好吧 我們今天送給大家的三寶貝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分享 把握一個賺錢的一個機會 感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Light 才積極的是我們下次見 拜拜